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明末清初开始 那里的桑姬如堂 桑姬如当 造成了很多女工 能够独立地从事蚕丝业的现实条件 这些女工经济独立 收入还挺可观 而说到婚姻这一层 以前是盲婚雅架 很可能就好像歌仔所唱的 这么好姑娘嫁个难倒鬼 就算不是这样 他们看到一些姐妹出嫁以后 在夫家很受气 一而就情愿不嫁 这些不肯嫁的女孩就叫做治疏女 为什么这么叫 当时那些未婚女孩是疏鞭的 要知道这个女子结了婚未的话 不用问的 一看头发就知道了 未婚的 疏鞭 结了婚的 疏鞭 啊 那又变变成了第一只计 是由专业的梳头拿来梳 端端不是自己动手 但是那些能够经济自立的女工 为了不让人再看成是等着去嫁的大姑娘 那就通过一种特定的仪式 自己和自己疏鞭 那就等于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给那些媚人妇知 你们不用来搏那把大葵先了 走到疏起的这一步 其中的酸甜苦辣 谷外人啊 我看是很难明白的 我妈妈是顺德人 所以我世事啊 也有时会去顺德 每次出发啊 妈妈都跟我特别叮嘱 见到女人 不要叫大嫂啊 要叫姑啊 那在个称呼上面啊 都这么讲究 要好像镜石着些什么瓷器 那样 那我想深一层啊 就觉得呢 这些治疏女啊 在她们坚强的外表里面 其实是包含了 真的好像瓷器一样的脆弱 脆弱的人呢 神经是特别敏感 一听到个数字啊 或者在心里面啊 就会犯你很多很多的波难 那讲远一点啊 老顺啊 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最阴暗的部分啊 是看得最通透的 哪个如果缺乏那些自觉性就很容易被那些旧意识旧习惯拖着他 这种人啊 又喜欢走极端 凡是他自己看不惯的东西呢 就疑得即刻将人家踩死 那直到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那个互联网 还是不乏其人的 那在近代史上的治疏女啊 她们在社会上 被几多人那样踩背脊 就可想而知 治疏女 又是个弱势群体 没有力量和人对抗的 那就只能够尽可能将自己封闭起来 治疏女俗称姑婆 姑婆聚居的地方叫做姑婆屋 姑婆屋一般是不让男人进去的 那此外呢 还有讲不清那么多的规矩啊 禁忌啊 防范过分心严 也是人性某曲的一种表现 那有人呢 将治疏女呢 看成是争取自由 我以为呢 是跟她们的初衷啊 离开得很远很远 我很同情她们的处境 但是绝对不肯同意 说她们这样做是一种革命行为 社会微害童 有一帮弱势的女子啊 得不到更多人的理解同情 疏气只是一种 不是多么情愿的选择来的 那治疏女呢 一旦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 那就将自己那条退路啊 完全封死了 那而世界呢 又是变动的 一时过得去啦 又是不是一世都这样过得去呢 那所以啊 在清末文初 治疏高潮过去了之后 1930年起啊 随着苏诗叶的色微 大量的治疏女啊 就要为生计而彷徨 不过呢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啊 有些有勇气面对现实的治疏女 她们又找到一条新的生路 那就是去做住家女用 当时流行的说法啊 是打住家工 那他们出广州 去香港 过南洋 将着长年屡月养成的 黑苦耐勞的品性 加上随毅了得 其中很多人啊 就摇身一变成了 顺德马者 在以前那些战人馆 即是现在那些保姆介绍所里面啊 顺德马者那种的音声世气啊 是好得那些雇主青耐 那前几个月呢 我还看过一些关于治疏女的报道 那看来呢 现在剩下的最年轻的治疏女啊 好像都要被我怒了很多 今天的越讲越过瘾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期揽大沙炮 这个续语的典故啊 还是出自我们佛山的 千万别走鸡啦